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今天我們接著要進行的是 新海爭霸2了 今天我們是非常的開心 看到我們的電競沈玉琳 她的過敏終於是好了 老師最近身體還好嗎 對 最近就過敏了 過敏有點嚴重 但是已經好了 請不要叫我沈玉琳 我可以介紹消防期 但不能叫我沈玉琳 拜託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嗎 可以 老師不要生氣 你再生氣就要變豬肝了 不要這樣子... 這樣已經很可憐了 還被稱為沈大哥 這怎麼受得了 好啦 那還是蕭大哥好了 好 那現在先來回顧一下 我們新海的部分 是已經進入這個季後賽了 那昨天也已經打完 季後賽的第一場 昨天我們看到的是 Daisy遇上放V 最後Daisy 4比0成功的晉級了 那放V的部分就不好意思 要再回到升降賽囉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Cheetos要對上Python 就是我們的Fryon Monster 今天要來進行對戰了 也是一樣聖者可以繼續晉級 但是如果不小心輸的話 不好意思就要回到升降賽了 對 我們這邊的話 今天的話一樣是從哪從 我們有去想聽看 都是Spider的內戰 我今天兩位都是台灣的 蟲族小將 真的好好加油了 好 加油囉 我們看到這邊兩邊 神情都相當的嚴肅 對 兩邊的感情 我知道兩位選手感情是相當好 那今天終究是有一位 要調到升降賽去 是 那我們因為這個S3的賽制 有稍微的更動 以往是最後排名倒數四位 對 現在是六個 對 更為殘酷 那也從甲祖EGAMERANS這邊 是提了十位選手 對 上來 要跟這六位來進行一個升降賽 對 一樣我們踢六個下去 下一次的升降賽 就是取六個回來啦 對 所以其實人數 還是會是補回來的 其實這個就要好好加油啦 好啦 今天我們看到 要採用的這個賽制是BO7 七戰四勝 先拿到四分的同學 就可以順利的晉級啦 在一個七戰四勝的比賽裡面 我覺得選手的一個心態 更要保持好 就是絕對不要因為輸了一場比賽 就覺得完了... 就不要去想了 輸了就算了 對 馬上下一場 再把他打回來就好了 是 其實兩位選手的實力 實力是相當相當接近 他們都是業餘算是 當時都是稱霸業餘的選手 他一種是比較早稱霸業餘 後來進了職業 那Cheetos就是緊接著 在之後 對 稱霸業餘 但是一樣 現在也是成功的 透過升降賽打了上來 所以其實這兩位選手的一個 實力是相當相當接近的 也都相當不錯 是 那我們來看到 在我們畫面右半邊的這位Cheetos 他是B組的第六名 那在我們前面的例行賽當中 很可惜沒有拿過一勝 對 死亡自主 宇宙無敵死亡之主 這組真的有夠難打 對 有台灣存亡Syn 然後還有來自於國外的Chic Dansy 這很難打 還有Saset 對 那結果更沒有讓人意料到的是 燕一路甚至拿到了分組第一 對 B組的冠軍 那我們看到Python部分 是拿到A組的第五名 所以他在今天的第一回合 有一個選圖的優勢 對 那其實因為現在只有七張地圖 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中村會輪得到 對 而且因為畢竟是個同族內戰 所以其實地圖的影響又來得更為小一些些了 不過我們看到昨天的這一個神族內戰 就沒有打到七場了 對 沒錯 昨天還技有蠢 對 非常驚人的一個 非常迅速的結束了四場的比賽 大家一致認為就是我們賽評是 時薪相當高 但是我跟他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對 我們有時候也是會打很久的 對 昨天這個4比0 那狀況前前後後加起來不到30分鐘 對 聽說29分多 對 29分多 所以老師 您再次創下 就是時薪最高紀錄對不對 沒有 平常有時候時薪會變長的 比賽之前也是會變長的 所以其實這也是想要 有時候也是有打到天荒地牢 對 也是有一些風險性的存在 對 自己心虛 咦 咦 講得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我們現在是已經進入到第一回合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回合使用的地圖 是冰雙之地 對 來到11點鐘方向後 那是White Spider的拍手 對 拍手 李昌佑選手 對 藍色後 藍色的重組 這個側面感覺很殺氣 對 而且留著跟這個 兩位都是平瀏海 跟這個都女俊教授很像 現在正夯正夯 正夯 來到5點鐘方向 一個對點 雙方最遠的一個點位 這是White Spider的Chittles 就是紅色 林詩婷選手 對 紅色的重組 看一下有沒有 兩邊都放蟒蟲了啦 兩邊都出蟒蟲了 所以這是一個 和平的一個開局 而今天的優勝者 在下一次就要對上Sasset 其實真的是 尤其是因為B組的死亡之主的關係 所以其實選手一路下來 就是接下來很多 就陸陸續續續會看到一些 相當不錯的選手 例如說Daisy在昨天的比賽就上場 對 身為寒級選手 在就是第一週就上場 第一輪喔 第一輪就上場 所以可見這一次競爭的激烈度 最高的 所以被打到升降賽真的是 感覺合情合理啦 對 因為就是那麼接 甚至韓國秀都可能會被打到升降賽 而且聽說在下一季 有另外一位知名的 韓國選手也要加入了 小李啊 對 一位重組 真的是 也是世界頂尖的重組選手 對 是非常非常期待 是長得非常可愛的一位選手 相信他來之後 可以跟Sam好好的交流一下 在這裡還要告訴大家 一個更恐怖的消息 聽說我們從eGamer這邊 甲組聯賽有一位 這個業餘的韓國選手 來加入甲組聯賽 也進了前十名 聽說他的重點 其實不是他是什麼選手 都不重要 重點是他是人類啊 蛤 對 聽說是一位人類 我有聽說有一位人類的玩家 對 也有隊伍也要跟他接觸 我都好希望下一季有人類 已經連續兩季沒有人類了 我都 都覺得是不是 沒有 嚴格來講 是從就是 這個月開始沒有人類 再次沒有人類的話 我就要跟連鋒說 拜託 保送一個人類 剛才講三二次不用打了 讓你上來打啦 對 你打出最好的一個成績 只要是就是成績最好的一個人類 就讓他來打 或是人類學有分一個小組 然後保送一個上來好不好 拜託 被他再沒有人類 我都快死了 對 好 所以就是這邊 師哥誠摯的建議大家 就是說 我們在下一季 我們不要打什麼外卡賽 我們也沒有外卡賽 我等於說有一個特別保留 對 T組 打的全部都T 對 好 聽起來怪怪的 不過對 他們全部都是玩人類 其實這樣子期許 但是我個人是不希望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這邊 火王城他兩邊 因為都是一個 和平的一個開局 所以其實兩邊 甚至連尋都沒尋 兩邊就是補公兵 然後出後衝 那這邊是 一邊無瓦卡 一邊有瓦斯 這邊的話 是拍送選擇了 先放瓦斯場 那這邊的話 會不會選擇科技攀爬呢 我們來留意一下 科技的攀爬 這張地位是可以的 先選擇提到狗樹 正常 對 兩邊都正常 那一邊無瓦卡 確定了就一定會走蟑螂 那另外一邊 則是看一下 派桑這邊是不是要打 樹攀科技 往上攀出飛躺呢 就往下看下去了 我們看到在藍色 藍色的派桑 這裡是一個狗樹 狗樹是提到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分 那在二礦的門口 又放了一個獨爆蟲巢 對 它這邊又放了獨爆蟲巢 在獨爆蟲巢 從小放的時間點 趕起來也是順便想做一個防守 不過看起來以目前的 補部隊的一個方式來說 要卡人口 這個失誤 買人中的 這個 好 那我們看到 Cheetos的兩隻狗來到了前線 在二礦門口是晃了一下 對 兩邊真的晃了一下 那人口出現落差的原因 是因為拍手不小心卡了人口 Cheetos是有看到這個獨爆蟲巢 那家裡是趕忙下了兩個瓦斯處理場 對 這邊時間到了 因為五分鐘下雙瓦 這邊門口主要是建築學 我們看下來一個地次 然後準備下建築學來做防守 因為看到獨爆蟲巢 你就不可以掉以輕心了 我們看到派從這邊抱狗了 二十二條狗在趕工當中 出來之後往外跑 剛好狗速也提好 對 現在這邊直接往對方叫它衝 但是建築學已經蓋起來了 Cheetos這邊應該會有留意到 這基本的紀律性是很重要的 不過 Cheetos的王蟲沒有飛到關鍵點位 所以它好像 狗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個王蟲 有看到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我們看到在這個Cheetos的門口 是有蟑螂番茄場 以及進化室還有媽媽 對 媽媽 毒死 那天媽媽回不了家了 媽媽明保重 對 不過這邊的話應該是想要 互相補血撐一下 可以各補一次 好 我補 很補啊 已經補完了 MU的補了 對 不過後面的話 本來就是我們後面的建築學 是完全封死的 對 沒有問題 二本也在提 家裡在出蟑螂的是Cheetos 趕快出蟑螂來做防守 其實這邊的話 基本上開局只要這樣子 這邊是三進化式的防守 對 其實剛剛那個它有點太急 後蟲往後拉 應該要把後蟲放後面的 因為那兩隻後蟲 其實你讓它在那邊掉了 你的蟲態的 你從它往外鋪 其實是會稍微慢一點點 那這樣子Cheetos的主況 還有嗎 媽媽 還有 它其實是出四後蟲 無法開一般來講要出到四後蟲 對 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這個噴暖不會受到延誤 不會卡噴蟲暖 但是你的蟲胎沒有鋪 對於蟑螂的一個機動性 尤其是等下開出山控 我們最常見的山礦攻防戰的時候 蟑螂那個時候提速沒有好 你如果沒有把蟲胎往外鋪 你在蟑螂的一個機動性 資源上來講就會來得慢很多 你可能要去山礦 對方繞一下 衝進你二礦 那你就球球 然後你就要回來做防守 對 就很尷尬了 那我們現在蟑螂距離 它擁有這個提速 還要一段時間 因為這二本還沒有升好 所以他就先把瓦斯拿去升 一攻一防 是蟑螂的一攻一防 殊不知我們看到 趴蟲在家裡已經下來了無旋塔 對 不過這邊的話 屈歐斯應該是要特別 應該會特別小心這一招 因為技術上開局出了大量的 狗狗 狗狗跟毒暴的話 情況之下 一般來講就是選擇 科技往上攀出飛躺了 這機率是相當相當高的 所以我家裡面已經放了蟲子帝王 這次應該是想打你對手 一個出其不疑 他已經知道這邊有開山礦 蟲子帝王是已經放下去了 那我們看到蟲子帝王的速度 也是在提升當中了 對 這個蟲子帝王放下去 就更可以顯示 剛剛那兩隻後蟲的一個珍貴 因為你兩隻後蟲 如果留到現在能量已經滿了 等一下在會戰上面來講的話 是可以各種補血 非常非常躁 但是因為你 整下蟲子帝王過去 你沒有對空的 你現在開始補後蟲 但是數量絕對是補不起來 而且沒有能量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順利傳過去的話 也是要就是 當遇到對方飛躺過來打的時候 你很可能在防守 就是在進攻上面 就會受到挫折 好 這邊我們看到 這個捷運戰士已經開通了 這邊已經開了一個洞 開始傳兵喔 那這樣的話 等一下當然會從那個地方出來 打你的山礦 那這邊的話感覺起來 好像比較想偏向 就是把你山礦打掉就好了 是屬於一個 見好就收的一個狀況 好 出來 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Python家裡 一個時事飛躺 即將就要出來了 可是不知道 Python家裡有沒有什麼 對空的裝置 對 這邊的話 還好Python這邊就會用部隊拖住 那我們來看到後蟲的一個 後蟲 好 這邊硬點 我們覺得這個正觀是正確的 當然你一定會補血 但是這邊還是有點掉 好 飛躺過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後蟲因為沒有能量 對 只能...你看要補 但是這樣子的話 這後面的四周蟲能量不夠 有點尷尬 這個媽媽的能量花在捷運出口 對 現在這個狀況應該是打不下來 不過成功打掉隊的三礦 那自己的一個三礦 應該要慢慢之後再補出來 然後後蟲發現情勢不對 快一點 出口呢... 對啊 回不了家了 這個沒有辦法 那這之後 這後蟲就是確定會送到這邊 也還好啦 我覺得也還OK 因為畢竟是成功打掉對手的三礦 那我們看一下 除了後面的反而是補了 更多的蟑螂 那拆掉自己多的一個進化式 對 那這樣的話 要趕快出去把礦開出來 那這邊派手人會把自己的三礦開出來 兩邊接著都會開出三礦 不過在非常出來的這個時間點 因為比較早 所以這邊的話 派手人還是會佔據主動權 好 好 稍微過來看一下要上去嗎 對 高地這邊是藏了一些獨爆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沒看到... 沒看到 好吧 這個有點難 到這邊的話 蟑螂因為他蟑螂想繞旁邊 來做一個騷擾 所以我看 他有一些部隊從三點鐘方向走 一些部隊從六點鐘方向走 那這樣的話 想要繞上去做一個騷擾 好 我們看到 蟑螂這邊有點小尷尬 卡人口了 對 蟑螂一定會稍微掉一下 那這樣的話 就是用後蟑螂來做一個輸出 好 蟑螂要小心喔 能量不夠 這個真的就是關鍵 就是開局那後的沒有必要送票 好 蟑螂過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蟑螂 就算在這個籃子點過來 應該已經沒有辦法打到什麼 以這個速度來說 只有一個清除地面部隊的效果 對 他應該又會去打對手三礦 他應該又會想要去 因為這邊的話 只有自己的三礦已經確定開不起來了 已經很想打自己的這個部隊這樣 然後是後蟑螂 其實可以啦 但我們也選擇點公兵 點後蟑 都是一個選擇 可是我們看到蟑螂是沒有最終能力的 所以非常大概很輕鬆的 就可以把這些蟑螂給收拾掉 對 他有發現對方在轉蟑螂了 對於CHILLS來說 對手已經在轉蟑螂 但是我們看人口的部分 其實是在落差 已經落差了 Python是領先了36個人口 這邊的這個毒豹好像在偷懶罷工 對 他應該等一下才會繞下去 可能 很可能他是拿要炸公兵的 等你這個三礦蓋好 我再來炸 對 開始營運了 我再過去炸公兵 對 不要浪費 因為你還是炸主堡 可能不一定炸得掉嘛 是 所以剛才就拿來炸公兵 再偷看一下 上面這邊 因為開局的話 再以控圖權來說 畢竟是排從這邊在控圖的 Python來講優勢還是比較大的 對 而CHILLS是把希望放在科技上的 我們看到他又蓋下了這個 感染蟲巢 對 那這邊發現說感染蟲 關鍵還是他的三礦一定要開起來 三礦開不起來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技術商品 好 我們看這邊硬點 他要選擇硬換嗎 有辦法嗎 有辦法嗎 好爆得起來 很關鍵 沒有好的主堡不能出現 有沒有能量 要取消了 好 那這樣的話 去豆子這個劣勢非常非常大 這個被 基本上這個主堡被逼到取消 這個整個經濟上就會出現落差 人口已經差60了 這邊他是在提升反軟蟲的初始能量 已經有點略完了 我們看到家裡面已經在報潛了 其實應該是剛剛他可能有意圖要下 但是沒下 所以我們看到完全的一個報潛狀況 所以他就表示在資源控管上出現一些問題 我們看到這個非常是四處的吃豆腐占便宜 雙方這邊的話 等一下部隊量就會出現落差 現在25隻蟑螂打的是5隻蟑螂 這個現在是去豆子的蟑螂 還領先對方20隻 問題是他對於對面的飛航是完全沒有辦法 對 因為我指的是出飛航的這邊還比較多 牌總這邊出 是喔 對 牌總這邊出了25隻的蟑螂 那去豆子這邊因為他全部都在出後蟲 他想把能量留在改善蟲 所以他這邊甚至 這個弓 這個二弓 這個二弓被點掉 這個二弓被點掉 然後雪上加霜 等一下會震的時候 你甚至沒有攻防優勢 剛才從他出來了 但是應該這個時間也有點太晚了 整個塊已經差到60 你們看到這個 雙方的優劣差是越來越明顯了 對 雙方這樣打起來的話 等一下一波就是直接正前擊倒 哇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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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躲邊球在丟什麼 對方停在那邊讓你丟 你還沒中 不小心丟歪了嘛 好像還是 準心有點偏啊 沒辦法 但是 這邊 好 這邊 除了 這一次有丟中了 老師 對 差這麼多很難丟不到 好 我們看這邊 任性是拉扯得還不錯 但是 好 兩邊 他用這邊的一個部隊量 是攤得比較好的 部隊量也是比較多 比較多的 我們看人口差60 丟 丟出受感的薑冰 稍微往後撤一點 好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人口的差距 是來到60之多 Python領先了60個人口 在這個經濟上面 是不是Python也是比較優勢一點 差非常 其實是差 公平只差7隻 但是主要還是這個人口的一個落差 就是也不用講 就是看著就知道 差人口還是差60 差快70了 那當對方這個差快70的人口 壓過來的時候 你很可能就是要直接倒 那就看Python這邊要選擇打雙線還是打正面 這個時候 Python是不可能手中線了 等於說你這時候要兵分兩路 那等於Python就要直接投降了 那現在就只能夠先守家 對 Python這邊只能把所有部隊 全部壓在自己的三框 做一個死守 但是剛才從能量也已經不足了 好 全部擠上去 看來 差一種打算直接正確一波擠到 真的 直接擠進來 再丟出最後一邊 最後一波的小蛋蛋 對 機箱冰看你倒是 對 開始補... 我補... 但是這個數量真的是 太大啦 差距太多了 對 我們看直接... 這邊的話直接打掉三框應該 就是應該是要打GG了吧 我們來看這邊三框已經守不住了 好 這邊三框還是有存活下來 但是沒有我已經打GG了 好 在這裡我們恭喜Python是首先獲得 第一回合的勝利 接下來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剛剛星海已經結束第一個回合囉 再第一回合是由Python這邊取得了勝利 我們今天採用的是BO7的賽制 先搶四分者就會是贏家 就可以順利晉級到下一輪了 好 在這裡我們看到 Cheetos所做出的地圖選擇是 並永夜之敬 對 我們下一步上看到這個是六點鐘方向 那這是HIGH SPY叫Cheetos 紅色奧一樣紅色的蟲組 接下來這一位是一分領先的Python 對 來喔 十二點鐘方向 HIGH SPY叫Python是藍色 藍色的蟲組 好 我們看到兩個人的點位是遙遙相望 跟上一場也是一樣 對 不過一張地圖兩張圖 所以就是終究是就是這樣 反正如果在奇怪的地方 你往六點飛發現沒有人 那可能 那可能你到平行時空去了 對 所以線上這個位置是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等一下看一下 因為這張地圖也是比較適合 無瓦開的一張地圖 比較適合走蟑螂 應該這樣講 畢竟是一條比較小的地圖 那上一場比賽出了 HIGH SPY這邊是直接利用Python 托到的地方 算是典型的出Python擊潰對手的打法 不過我覺得關鍵還是 其實氣球是這邊的話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我覺得資源空環上出了一點問題 你當你選擇了 從地圖打掉對手的三況 那你 這個部分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因此你拖到了自己的其他科技 後面你拖到自己的科技 後面又爆瓦斯 那前期開局後 後蟲沒有留下來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大的問題點 導致你想要帶走對手 這個進化是把慢慢擋在外面 對 其實那個時間點也是來得及 把後蟲拉回去 進化是往前面的 因為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們後蟲比較可以有效的在後面 就是多補一點血在後面撐住 不然 或是利用這個能量來鋪蟲胎 對 不然你那兩隻後蟲掉了 我覺得當你後來選擇了 從地往這樣的一個戰術的時候 你在前線沒有對控的力 那其實就會很難打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 Cheetos在這一場有沒有辦法呢 前期 我覺得它有時候好像在防守上 會花過多的資源 對 我在上一場打得太被動了 那這一回合 Cheetos打得很沉穩 打一個15滴 曼狗烏瓦開 曼狗烏瓦開 那這邊的話 一樣是鮮夏的瓦斯糖 這邊一樣是裸霜 拍照因為領先一分沒在怕 直接又裸霜了 那鮮瓦瓦斯的一個裸霜 會不會再出飛糖 可以來留意一下 我們看到其實之前 應該說在上一季這個蟲族內戰 我們常看到就是 獨龍狗 獨龍狗的一個比拼 對 不過現在已經慢慢的開始 由燕和十年 慢慢我們看到 他們兩位是發起了一些新的風潮 其實還有國外選手的 包含上一季的True 這一季的Check 其實我們在看的時候 都會發現他們 其實國外選手 現在組的戰術 甚至已經很少人在出飛糖 因為飛糖一個戰術是比較死的 當你選擇走飛糖 我閉著眼睛都知道你要怎麼打 就是你出飛糖 就一定是出飛糖 然後來壓制我 不讓我開三礦 對 要盡早把自己的三礦 補出來之後 把工賓補起來 然後出大量的蟑螂 然後轉蟑螂來打爆我 這個其實是很常見 也是幾乎是 大部分人當你選擇了飛糖之後 最主要的戰術 老師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帕奕奕 拉了一隻工蟲 往外走去直奔Cheetos的家裡 對 看起來這應該是一個 這應該是一個 傳說中的失誤 對吧 還是要下地吃嗎 他不可能嗎 沒有 他就覺得說兩隻小狗 有點寂寞 對 還是帶著一隻工兵走 我是感覺起來那兩隻小狗 是感覺比較幸福一點點 對 就送牠們 真的是送到天邊 這是工兵 我擺失不得其極 我們之前有看過燕獅 很有創意的是 對風砲台往對方家衝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是還滿有趣的 但是工兵我就不懂了 因為工兵你根本衝不進去 就要死在外面了 爆狗了 這邊守住力 我只有直接選擇爆狗 往對方家衝嗎 上一場是Python爆了22條狗 往Cheetos家裡衝 現在我們看到局勢相反了 是Cheetos這邊在爆狗 對 Cheetos這邊爆了大量的一個狗 那感覺是想騙對方 因為他讓對方有個錯覺 是自己是無瓦開 但是其實這一場 他依然是打了一個長狗 那這邊的話 對方Python的一個 我三光已經嚇了 Python直接默認對方 Python直接默認對方 是無瓦開 不過Python這邊 他的狗速是提早先完成 沒有人 他沒有下毒爆蟲巢 所以當對方全部 往他家衝的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 衝了... 好 我們看到找出翅膀了 這邊Cheetos的狗狗 也是有狗速了 現在已經過中場 要到對方的家裡了 對方怎麼辦呢 Python太偷了 Python這邊的後蟲只出兩隻 直接倒了 直接倒了 直接帶走 這個直接可以扯 太大意了 這個回合太大意了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個第二回合 是由Cheetos拿下勝利 現在1比1打成平手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你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星海爭霸的第三回合了 從下面的比數 我們可以看到 Python對上Cheetos 目前是1比1打成平手 接下來在暴雨展開對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5點鐘方向 它是華爺Spider Cheetos 紅色 紅色的重組 好 再來到的是 11點鐘方向 華爺Spider的Python 這個是藍色 藍色的重組 目前是1比1平手 我們感覺 這個 在打這種翻戰的時候 我覺得Cheetos剛剛做了一個很聰明的 就是 他們兩個同隊 當然很了解 這個Python一定很了解 Cheetos很喜歡打5瓦開 結果剛剛那場 馬上就來一個騙招 讓你以為我打5瓦開 結果實際上是後面藏狗 直接衝你家 那Python完全沒料到 Python還在補公平 還開3框 還開3框 然後連獨爆蟲 第四什麼都沒放 然後直接就被帶走了 完全是毫無抵抗力 完全是 完全陷入一個快樂補農的節奏 對 被智商壓制 所以其實這個是 這相當尷尬的一件事情 不過 可以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Cheetos三場 心理戰打得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所以馬上就來看到 第三回合雙方要怎麼出招囉 這邊裸霜 這邊有人要裸霜 對 Python這邊真的打得很大膽 每一場都裸霜 這邊Cheetos则是一樣 打了一個慢狗開 學弟比較謹慎一點 對 它上一場也是慢狗開 所以 其實看一下 等一下會不會一樣 先放馬斯上 不過這一次我相信Python會小心 沒有道理 剛剛真的是 我覺得這太了解了 對 它應該說太了解對手 那反而就聰明板被聰明 就想說你一定這樣打 你聽天梯 天梯都這樣打 可是天梯跟比賽還是不一樣的 因為比賽一定是翻戰 我不知道你是誰 而且是連戰的 好 我們看到Python這邊是放了狗屈之後 馬上就放了瓦斯場 現在這邊 這邊的話 折瓵看去右手這邊怎麼打 目前看起來瓦斯還沒下 看起來 不是打上盒盒的戰術 對 它的狗屈蝕已經好了 接下來 要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對這打烏雜ased 這這樣就是打一個 可能上一場一波打的示範 他說你 你不敢這麼偷了 應該不敢這麼偷了吧 希望啦 對 等一下來看一下 Python會怎麼打 因為其實烏雜ased 烏雜side 這邊就會打得很被動 因為基本上開局不會有任何的事情 他就是 補公兵 然後出後重 然後把蟲還往外撲就沒事 我們看到蟲蟲也是來到對方的家裡 這邊出了兩條狗 出去做個探查 探聽一下敵情 看一下你在家裡都在做是什麼 對 來喧嘯一下 好 這邊稍微 等一下主堡 國民稍微拉出來 現在等一下 因為慢狗開的話 第二個主堡會稍微晚一點 好 我們這邊開始鑽了100瓦斯之後 迅速提升狗速 Python這邊的狗狗會先有速度 對 那這邊的話看起來 Python打得還是第一回合的一個戰術 對 提出了之後 瓦斯繼續的話 等一下很可能也會先下毒暴蟲槽 給對方一些壓力 那再決定自己做的一個科技轉型 好 稍微繞過來 果然又如老師所預料 下了這個毒暴蟲槽 他就在二況門口 對 看起來兩邊選手都很了解彼此 所以其實似乎是 就是潘雄大概就是賭定這一場 就是今天跟你打我就是這樣子開會來的 比較主動 而且可以知道你的一個戰術之後 來決定要怎麼做 後續的一個轉變 那你如果偷太大 就會像上一場一樣 就直接死了 這是第一場的replay嗎 對 第二場就很像 真的是 還要下了第一次 也是一樣下了這個雙瓦之後 來到二況門口下了一個第一次 等一下有可能又要三進化式 再加上蟑螂繁之強來毒口了 對 那這邊已經在爆狗了 所以幾乎是一樣 幾乎是一模一樣 不過這張地圖和冰霜之地 是有落差的 我覺得冰霜之地是比較適合飛躺 這張地圖 因為路線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實蟑螂的一個繞蟑螂 對於你如果出飛躺海長的話 出飛躺海長來說 你還是要小心對方 繞部隊來做一個騷擾 好 這邊是已經儲存了一批狗了 那毒豹也在變身當中了 現在跑到一燈要進攻囉 一樣喔 果然是用這個 蟑螂繁殖場以及進化式 來進行補口 後面有地次再加兩個媽媽 對 那個地次我一直很尷尬 我還要不要把地次上來拉過來一下 不然那個 這個其實沒有辦法封住 那地次沒有輸出 有 有 有 輸出 好 這隻是 字媽媽都來了 對 在後面 對 好 我們看到四隻後蟑螂 卡在這邊切兩隻後兩隻 最後才切優產蟑螂 好 這邊我們看到已經 正往一隻了 第二隻可能也快倒掉了 好 這沒有問題 守住了 然後再吃兩隻 是 是的 兩隻媽媽 不過我們看到 Cheetos的蟑螂繁殖場這邊 即將就要完成囉 那這樣的話 其實吃兩隻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啦 對 畢竟你不是把牠關在外面 讓牠送死嘛 因為你如果選擇了讀口這樣子 就是多少會有一些損傷 這邊升了二本 一樣開手 好 不過這 這個第一次終於想通了耶 牠往前走 對 牠應該是要往前走 這應該是牠原本想要的位置 就是順便做個建築學卡組 不過沒關係 這邊沒有問題 是開局是順利守住之後 這一場的話 Cheetos的二本是比較早 所以其實不用太擔心 因為牠記得然後自己選擇 二本這次也提早了 所以等一下對方就安走非堂的話 牠自己的科技沒有來得這麼慢 所以在防守來說 我覺得問題就會 比三塔來得小很多 不過Python的選擇 跟這個前面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看到第一回合 牠選擇了非堂 這邊呢 牠沒有急著開礦 牠是下了蟑螂繁殖場 也快要完成了 也趕快提升這個蟑螂的一功 那這邊的話 牠一樣選擇打 這次牠選擇打蟑螂 好像剛剛講 這張地圖 飛堂來得沒有那麼強 因為畢竟地圖比較大 而且旁邊的小路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很難攔截對方的一個蟑螂 在前期給的壓力 所以這邊的話 看起來Python這邊是打了 比較穩健全的蟑螂 這邊的話看在眼裡 應該也知道 其實留了兩隻狗 進去繞一繞 那其實兩邊都是已經開出了 自己的三框 但是在攻防上面去的時候 會比較有優勢喔 對 選擇挖開攻防絕對是優勢 那其實這邊還是要緊急地看 後面的一個 後面的狀況 目前這樣以開局 但以開局來說的話 目前驅遊時是來得 稍微比較主動一點點了 因為當對方選擇了走蟑螂 那自己的話 這一個攻防 等一下領先的時候 會再打起來是比較容易的 而且三框的時間點 有沒有比地方晚 我剛剛好像看到有人在長狗 誰嗎 誰 長部隊 誰 心機這麼重 沒事 沒事 這是少量的蟑螂 對 不是狗 看錯了 對 是蟑螂 這邊應該雙方的這個 攻兵數量差不多吧 對 41比55 其實差很多 差很多耶 對 其實差很多 這邊的話感覺起來 派東這邊是提早開始爆蟑螂 想要打一波的時間點 但是我覺得它這一波的時間點 會比較容易來得比較困難喔 我們看這邊再補 它要等一攻的蟑螂 往對方加頂 那這邊應該是已經被偵查到 我們來看到這個 架王追加空中飛 這個是其多的偵查 好 直接走 要不要先把門口封起來 打的是一攻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這邊一攻一防已經好了 這樣有點小尷尬喔 因為奇特斯反而還多了一防 對 把石頭打掉 要不要 他要不要把石頭 不要 他選擇防守 其實在這地方你把石頭打掉 會來得比較危險一點點 因為兵器還可以再拖一點時間 自己的經濟是來得比較好的 公平55比45 還領先十隻 那第四野是往前挪了 這邊是想要繞路嗎 還是 這邊從... 他不想打 選擇肉旁邊 從側翼過來 來 也拉過來 這邊的話 相信是一定會做好防守的 不太可能這邊讓你溜成功 雙方這樣的部隊量 打一個雙線 然後繞回來 繞回正面 終於是把這個石頭給打掉了 我看到是拍龍自己點 拍龍自己把那個石頭打掉 不得 不得奇蹟 因為我們看到人口已經出現落差了 拍龍這邊因為在該捕工兵的時間點 他抱了大量的蟑螂 他這邊沒有給到壓力 所以他自己有增加量 經濟是有點困難的 我們看到這邊工兵補起來了 但是他經歷了大段時間工兵落後 所以我們看到人口出現 這邊出現落差是差30 對 這邊我們看到人口 是由Chitos領先 對 工房的部分也是會是 Chitos領先 二工二房也會來得比多樣早好 這邊... 而且還在升級遁地 等一下Chitos會有遁地的科技 對 遁地回去也比較快 那現在看起來拍龍這邊 這邊是打得稍微往後側 再怎麼打 對 他這邊打不一定 又被汙染 對 這邊丟了一個汙染 真的 要想打一個 二工二房的timing嗎 這個燕之前在比賽的時候 曾經秀過的時候 二工二房200人口的一個timing 非常非常強大 如果在前期你都沒有 有效地掃到對手的話 二工二房好 然後人口200的那個timing點 對於重築這種純張的一個部隊來講 幾乎是無間不摧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Chitos 二工即將就要完成了 二房升到一半 我們看到這個遁地的技術 也是已經完成80%了 現在部隊已經往外走了 對 來到前線 有石頭有封起來 但是對於大量的商場來說 這個石頭不是問題 好 瞬間 好 馬上點這樣 點這樣 來 把它擠上去 人口差20幾 直接擠 工房領先 這是有一個工房上面的優勢 對 二工一房打一工零房 所以這邊的話 工房也是一個 還滿大部分的領先 我們直接擠上來 人口也領先 部隊量直接擠到臉上 對 幾乎是越打人口越多 直接突破了 直接突破了 這一個 這一個前期 這個前期沒有補工兵 所以大家就看到這個落差 這個部隊量補起來 這家工房的一個劣勢 完全不可以拍這種活路 其後這邊直接拿下第二分 對 我們看到Python 打出GG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現在目前我們要進行 就是星海的第四回合了 前面三個回合 最後的比數是2比1 由Cheetos領先了1分 馬上我們看到 來到了奧特星藥賽這張地圖 我們請電競 蕭黃旗來幫我們報一下點位 我們螢幕上看到八點鐘方向 這華裔Spider的Python 是藍色藍色的重組 是 目前落後 再來到兩點鐘方向 一樣又是一個圓景點位 今天他們真的 這樣也是四人圖 所以兩點鐘還滿 又是一個圓景點位 來到兩點鐘方向 這一個是 Cheetos 目前暫時領先紅色 紅色的重組 奇多選手 奇多選手 在我們先前 心狠的例行賽 是一勝難球 最後是 臨勝五敗 臨勝五敗做收 對 拿到了這個B組的最後一名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 好像現在這個 命運女神眷顧她了 前面2 3回合打得還不錯 對 這邊的話其實還是要看 接下來 接下來的一個發揮 因為畢竟是一個 波七搶四 所以其實搶四的情況之下 領先1分 真的不要太大 1分並不多 那這一個圓點 看一下開局兩邊 一樣都是正常開 然後應該 這個Python 今天每一場都打裸霜 看起來又是一個裸霜 這邊 Cheetos也是裸霜 有志一同 我們看到第一隻王從這邊 Cheetos是選擇往樓下找 而Python是先選擇 尋它的平行點位 對 兩邊這個 尋人我覺得是看心情 對 尋人都看心情 可以看你喜歡的話 那老師今天心情怎麼樣 如果是我 往五點鐘方向 對 對 老師看起來今天還滿疲憊的 是因為這個過敏症狀 還沒有完全消退嗎 身體微樣 微樣 不過還好 其實還OK 其實還OK 目前這個狀況還OK 對 昨天您是變成就是 眼淚一直流 鼻涕一直流 所有的體液一直流 的一個人體溫泉 今天還好嗎 今天還OK 是 今天的狀況還好 在經過一天的調養之後 而且今天眼睛還有點腫 然後在外面 對 沒關係啊 老師您是這個 萌系的寵物系帥哥 所以眼睛有點小腫沒有關係 我覺得現在正夯 這樣的類型正夯 有這種事情 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掌門裸霜 襪子即將完成了 開局應該不會有任何狀況 看有沒有要開三框 看有沒有打得偷一點 打得偷一點開三框 要被打死這樣 應該還不錯 這張地圖因為主框的下面 是一個內霜 所以其實主框的斜坡 就是小斜坡 在方法上來講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其實這張地圖 是可以打得稍微偷一點 但如果你要開到三框 就會比較危險 因為三框是在樓梯下面 就比較容易被打爆 因為沒有斜坡口的一個防守 而且昨天的第四回合 也是打這張圖 對 直接被一波打爆 對 因為我們其中一位 神速選手是選擇裸霜 對 方麗子也裸霜 遇上Daisy的一個極限3D局 換工 我覺得這個在戰術上來說的話 其實真的是 完全沒有辦法 然後這邊放獨爆從巢是 齊斗 齊斗 齊斗選手是已經下了這個獨爆從巢 對 齊斗這邊感覺起來 他今天要打的都是比較有趣的事 我齊斗這場感覺起來 又是要打一個戰術 因為這張地圖 大家想打得比較偷一點 而且以一般選手 如果喜歡5W開的選手來說的話 這張地圖 你打5W開的機率是80% 你會非常非常適合5W開 因為是一個內裝 又沒有壓力 所以這一場 主框直播又窄 對 所以這種狀況底下其實一般來講 就是你喜歡5W開 你就會5W開 但是 已經被偵察到了 所以 不知道他是不是原本圍仔 他是不是要故意 就是要等一下長狗一波打爆對手 不過因為已經被偵察到了 那 這個機率就比較低了 那我們看到兩邊的這個狗速 差不多會同時完成 那在Python這裡也是下了獨爆從巢 只是下了時間點比較晚 那現在就來看一下 齊斗這邊是選擇了偵察之後 回去補農啊 對 因為他已經知道 就是知道自己被對方看到了 所以他一定繼續補農 那Python這邊下獨爆從巢的用意 也非常非常明顯 就是知道對方下獨爆從巢 你自己在防守上來講 你就要下獨爆從巢來做應對啦 不然在早期 有可能對方爆一波 你就直接被打死 剛剛已經這樣子死過一次了 是 不然說 以狗去打獨爆 根本就是引暖即食了 對 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那現在這邊看一下 後面在補狗的是 結果Python這邊選擇了先爆大量狗 喔唷 他反手為攻 看起來是這樣反手為攻 而Cyto這邊則是感覺 自己想把科技往上攀 那目前這個狀況 我就有點尷尬的是 Cyto這邊是不是有點小危險 我們看到他後面補的是公兵 對 而且他斜破口沒有封門 要去開三公 這完全是假的 這反而是 這一場反而是 他爭吵完之後 想說對方要打的是一個 無瓦開 無瓦開有點爽 但是還好 因為家裡面有毒暴蟲草 所以不是說不可能瘦 因為有毒暴蟲 在基本上 對方一個失誤 很可能就是直接就炸爛 這邊要小心 我們看到這邊有留一點 對 其實你如果發現 對方的毒暴蟲在變 你就是少量的傷心鬆掉 Cyto也是迅速的反應 這邊是已經有變了一些毒暴 對 那這樣的話 在反方上來講問題不大 那現在趕快下第一次 我們來看狗座 這個你也想要枕頭上去吧 有... 好 換掉了 這樣的話 我們看狗直接溜進去 狗頭要不要溜這邊 狗分雙線了 對 牠的狗的數量 看起來是比其多來得多 還好因為這邊有 剛剛有增長到的情況下 這難免會有損傷 但是好像是 是守得住的... 媽 這個毒暴... 連這兩個毒暴進去炸爛了 對 這個守不住了 對 那樣子的話 就守不住了 因為炸進去 14 15 老師好可憐喔 大病出獄又被打臉了 對 這完全... 這個完全是... 臉又腫了起來 剛剛那兩隻毒暴透透溜進去 完全沒料 您不是說可以守得住嗎 對 我原本以為 那兩隻毒暴是起托的 結果竟然是拍種的喔 所以這樣的話 這就很難熟了 因為... 後面我們看到採用的是 就是如實選手愛用的打法 用毒暴滾平命 對 看來是要用毒暴直接... 直接滾進去 但是有辦法嗎 這個... 呃... 我們來看一下喔 沒有不可能 對 應該是可以直接滾死對手 沒有問題啦 但是這個雖然變不多 那現在... 這波健好就收 齊多也是偷了一批狗呢 要往對方家壓過去喔 我們看到Python這裡 三礦可能是沒有防備 但是先看一下 齊多自己家裡守不守得住 這個溜狗 這邊在繞的同時 家裡面Python自己家裡面 也被溜狗 對 對 這個溜狗溜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兩邊都在燒的情況之下 兩邊家裡都失火 對 兩邊家裡都失火 那這邊的話家裡... 有沒有機會 因為兩邊都在失火 所以操作一定會出現失誤 好 果然是這邊毒暴就直接送掉 Python要被逆轉了 對 我們看到在Python的主況這裡 工兵是已經被屠殺殆盡了 對 家裡面並沒有補 對 家裡面並沒有補出來 親手這一個溜狗溜得非常非常的精華 對 在這麼危難之中 本來以為說他是會全力守家 但是他還是分了狗直衝對方的家裡 我們看到現在第二批狗又要來了 直接劣勢拉回來 現在這邊兩邊已經幾乎是 這個反而是去由這邊 退來要主動 而且沒有劣勢 剛剛這真的是非常... 如果你選擇所有部隊 在家裡面做防守 你OK 你守得住 可是你還是劣勢 對 但你選擇拉部隊過去 干擾到對方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意識 在前線的操作 也出現一點問題的情況之下 順利守住 不過我後來發現Python Python有三況 所以目前的優勢應該還是在Python這邊 如果他三況沒掉的話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齊多又出了更多的狗 來到前線 有沒有辦法拆掉 如果可以拆掉的話就很難掉 這個應該是有難度 應該是拆比較 好 很困難 後面獨暴修心啊 對 後面有獨暴蟲 那這邊的話自己三況也趕快放下去 那這個情況之下 那應該還是Python這邊 擁有一定的一個小優勢 因為畢竟自己的三況是來得比較早的 沒有關係 GSO是峰迴路轉的 對 不過其實這個優勢並不大 雙風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 這個躲愛草蟲 後面突然流出來炸人 對 相當相當聰明 那稍微被炸了一點點之後 其多這邊的一個進攻應該會稍微 要延緩一下腳步 這邊選擇出蟑螂 那打不下 不過其多我們看到 後面還是出了更多的隻狗 牠可能還是希望可以拖延一下 對方這個三況的營運 對 其實牠也是希望能夠燒好一下 而且其實在七流這邊的話 牠的一個攻防是優勢的 其多是一攻一防 這個我只能是一化蟲的一個攻防 所以其實在部隊上來說的話 其多是 確實是攻防的優勢 可是當 這邊如果被就是轉出了蟑螂的話 你大概其實這個右邊沒有 這邊曬一下可以 但還是要少量的溜進去 對 但還好 還可以 還有地次 手是 這在裡面往常就不是問題 那這些前線的部隊 這個如果要推的話 看要不要直接變獨包推臉上 但是這個這樣有點太冒險 如果你推不下來就秋秋 好 我們看直接過來 直接咬你的三況 一攻狗直接點主堡 很聰明 這個是點著掉的 因為這是一攻 一攻啊 很糟 直接點到主堡 這個 這個有點兇 這個有點兇 好 反而是我們看到 在其多其多 家裡的這個聲曠 是即將完工啊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局勢已經又一個反轉 我覺得關鍵一攻的 越化蟲真的比小龍中 來得強很多 那這邊的話 蟑螂雖然也相當相當多 感覺起來 這應該等一下要想辦法 可能要往前推了 但是 如果拍蟲這邊要選擇往前推 一定是要帶一點獨爆的 你如果純狗 攻防現在是落後於對方 純蟑螂 攻防現在要落後於對方的話 流進去 這一波流進去 流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這樣的話 家裡面要受到很大的打擊 這個星期 這些蟑螂不會當門神啊 對 牠沒有 牠也沒料到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必須要把部隊拉回去做防守 哇 這糗大了 正開始各種搬家 開始搬家 點主堡 又是點主堡 先生 你要從外面點到裡面 你這樣這樣對 就是把你家當自己家 對 這個主堡全部點得掉 我們看到這個第二個數堡 也快要掛點了 已經紅血了 還好... 狗的數量沒有那麼多 這個... 沒有問題 這個要是主堡都掉了 還好保住了 人生陷入窘境 對 這個牠不打GG 我都想幫牠打 對 不是幫您叫車嗎 還沒嗎 還沒... 還早 還早 老師恭喜你突破了半小時耶 對 好 這個... 這個算是擺脫 這個車進來又炸了一波 這個藏著 奇怪怎麼會沒發現呢 我像這邊好像有點節奏被打亂 這一個進來竟然沒有發現 那這樣整個工兵的 礦術落後 工兵又落後 工坊又落後 現在處於一個全面落後的一個狀況 全面失守的狀態 我們看到這邊呢 就是在嘗試要LOGO 是沒有成功 可是後面已經轉出了蟑螂囉 對 兩邊現在都... 部隊組成都會是... 接下來都是以蟑螂為主了 但是... 區州市這邊的經濟明顯大好 明顯大好 所以這邊的優勢現在在區州市這邊 我覺得這場比賽 區州市打得非常非常地不錯 很靈活 前期的一個劣勢 直接拉回來 讓我非常非常地訝異 對 相當不錯 這一回合這樣看起來的話 唉唷 這些蟑螂看起來 拍種小打一波了 後面全部在歸蟑螂 然後要一波頂上去 蟑螂提出一好就不給活路了 這邊往前壓了 對 其實這邊的話 區州市這邊看他要怎麼守 相信他的意外總是想要來 就是在外面給你壓力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這個 等一下你可以在參與會戰的時候 協助做一個輸出 你也可以選擇溜對方家裡面 或是回家變毒爆來支援做防守 也可以 看這邊的話 齊東怎麼想 齊東這邊 他蟑螂提出也是完成了 好溜 這邊的話應該門口有封死 對 這邊門口有封死 那... 有了前面的慘痛經驗 他們終於知道怎麼當門神 其實有點太多了 這邊有點留太多蟑螂在家裡面 然後你前進的部隊很可能會不夠用 不過這邊其實這些異化蟲 已經達到效果了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有 就是用打所有的部隊往前往我家頂 那這樣的話 家裡面的防守不是問題 尤其我們看到現在 Python是沒有辦法開出自己的三礦 反而是Cheetos家裡這三礦 營運得很開心 對 現在這邊頂上來 蟑螂那個數量 我們來看一下 太懸殊了 對 這邊很明顯的數量是 而且我們後面還有大量異化蟲 那異化蟲包上來 這些部隊很可能是要直接 回不了家 卡住 加油 娜娜 卡住 這個非常非常殘酷 好 這邊稍微拉扯一下 但是其實這個拉扯 Python這一回合已經 列子非常非常大 雙方的部隊量是一致的 雙方的部隊單位組成是一樣的 但是人口落後太多 對 我們看到人口落後40左右 而現在Cheetos一步做二步 修三步回頭 繼續往前壓了 對 那這邊要不要稍微 把陣型拉開來做一個會戰 但是這個會戰打不贏 你可能可以想試試看 但是你打不贏 後面起座全部在補狗 這個會戰有可能可以打得贏嗎 這個 它絕對打得贏 我只是起座 對 這邊起座直接頂上來 應該是後面還在補狗 這一波頂到臉上 我們看到牠一種家裡面 然後陣型有攤開 陣型不對量感覺 家裡面敘述還是有東西的 但是後面又要從 在補的情況之下 而且這個奇多的二 真的是 二房好了 二房也好了 一攻也好了 所以攻防的優勢 完全在奇多這邊 三況頂掉 優勢相當大了 對 對的話牠一種只能打出GG 恭喜Cheetos來到了賽末點 現在的比數是3比1 Cheetos領先2分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馬上要進行的是星海的第五回合了 前面四個回合 我們看到Cheetos是拿到了3比1 領先2分 接下來 我們看到Python選擇的是代打洛西俠 對 我們下屏幕上看到的 11點鐘方向 這回來Spider的Python 藍色的重組 Python加油 目前只有拿到1分 對 再來5點鐘方向 目前領先的是Cheetos 是讓一追三的情況之下 連拿3分 有點糟 來5點鐘方向 紅色 紅色重組一樣是Spider的Cheetos 今天採用的是BO7 7戰4勝 所以Cheetos現在是已經聽牌了 對 剛剛那一場 Cheetos算是打出代表作了 我覺得在 那個烈士老實講是有點大的 烈士非常非常大的情況之下 那一波的穿狗 再加後面的一個 持續壓制 點掉三框 然後後面的一個持續壓制 給壓力 然後在裡面順利轉出 自己的一個部隊 蟑螂 對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聰明的一個 算是三場比賽 算是他打得非常非常靈活 是 所以希望這邊是繼續好好加油 經過這個例行賽的淬煉 終於在季後賽 現在是不是大放光彩了 對 這算是打得相當不錯 不過對手是學長 他可能其實打得也會比較輕鬆 那是希望 因為之前的比賽還是來得 比較緊張一點點 這邊打了一個樹樓開 就是直接打樹狗開 這張地圖 樹狗遇到裸霜是有一點機會的 那看PiZone應該要是要裸霜 這張地圖裸霜 用這個穿控技術也是不太好守 對 張地圖其實並不好守 但是之前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San曾經在 另一賽的時候被 就是被Check 是直接被 就是樹狗開直接打死 那後來我有跟San去聊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說這張地圖 不是本來 這張地圖不是裸霜 並不好去守樹狗嗎 那San後來有跟我說 就是他說他 他對於這張地圖的理解還不夠 但是他說 就是他之後有跟一些 其他選手有聊過 包含Yan Sensation有聊過 他說這張地圖裸霜是可以完美防止住 是可以完美防止住樹狗獨爆的 對 他有稍微跟我聊過這件事情 那這一場比賽我們就可以再看一下 到底是 到底是樹狗 因為之前已經樹狗打爆 就是裸霜一次了嘛 所以今天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是樹狗這一邊 會打爆裸霜這邊 還是裸霜這邊 會順利的守住樹狗獨爆這一波 對 我們來看一下傳說中的裸霜 在這一張有點蠻艱困的地圖 對 要怎麼守 那關鍵其實是後蟲 地獅 還有獨爆蟲巢 對 獨爆蟲巢是絕對不能 就是獨爆蟲巢是絕對要出的 那還有就是地獅也是一定要 起碼有個一根 獨爆蟲巢是為了二指對手 溜進去自己家裡面 我們看到在Chittus家裡 這個獨爆蟲巢是已經蓋下去了 而在Python裸霜霜的Python家裡 現在先蓋了一個 你不是要蓋地獅嗎 對 他這邊有發現他看一下 因為他... 所以他回去主空蓋地獅嗎 沒有 他叫獨爆蟲巢 他只是一個猶豫不決的工蟲 對 他是猶豫了一下下 但是沒有 他可能是覺得 他下了會不會點掉 所以他想等大量狗來再下 那他有猶豫曾經 他剛剛應該是猶豫要不要 回家放之後再走出來 但是後來想想應該還是放門口就好 那現在的話 這優柔寡斷會不會害了他 其實也還好 因為你下的話應該現在已經被打掉了 那這邊的話後蟲出來 好 還是要接著後蟲出來 關鍵是劈退家裡面要趕快變獨爆 然後第四還是要來下 我們看到Python的獨爆蟲巢 是已經完成70%的進度了 對 後蟲要... 對 一出來後蟲要往外走 兩隻的獨爆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 這邊的... 溜進來 直接從後面 有夾帶的兩個獨爆啊 對 後蟲封的不錯 後蟲封的漂亮 這個後蟲封的相當大量不錯 完了 狗被炸掉 不過還好...還有...還有狗 小量的狗喔 有沒有 但是這兩個媽媽快撐不住了 會不會突破 會不會突破 這個有沒有突破很關鍵 然後沒有辦法撐到下一口 第二隻媽媽有辦法嗎 有 是倒露部 不過這邊全部換光 全部換光 礦會不會掉 看來應該很... 獨爆蟲在上面 上面也在變 下面也在變 我們接下來就看這個 純獨爆跟狗的操作了 對 這邊的話是沒有提速的狗 打的是有提速的狗 那家裡面自己也有毒爆 我覺得牠其實可以考慮 在家裡面下跟地址爬出來 因為如果牠沒有下地址爬出來 其實... 現在有些沒用啦 對 這個失誤 這個五隻的狗 尷尬了 換掉那個毒爆 不過這家裡面還有毒爆 好 來 後面的狗再補出來 你這個兩隻毒爆你咧 這個失誤非常嚴重 這個關鍵 你那個剛剛沒有遏止住 這些部隊這些進來 家裡面沒有後蟲 牠一直都要被帶走了 這是我們的賽末點了 因為Chips已經拿到3分了 Python如果這一場守不住 牠就要輪到升降賽 對 那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啊 剛剛那個細節的一個操作 還是出現了一點問題 沒有下地址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這邊再繞 牠還找得那麼狗 牠也很猶豫 只有炸掉了兩條狗 但其實這個影響已經不大了 直接炸到臉上 哇 相當的可惜 我們看到在Python的這裡 已經站到了 剩下12個人口 對 牠現在努力出了一少量的狗 已經沒有辦法了 是最後的抵擋 對 牠從這邊打得去去 最後的勝利者是 Cheetos 我們看到Cheetos在例行賽 是沒有拿到任何一場的勝利 最後是B組第六作收 可是我們看到在季後賽的第一場 它是順利的晉級了 對 沒錯 打敗了自己的學長 表現相當相當優異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下 明天的預告囉 明天我們三個項目 是哪些選手要出來應戰呢 首先看到在KR的部分 明天是最後一場A組的小組賽了 在SF的部分 我們看到是 友誼閃電狼要對上咬夜太陽神了 鮮海爭霸的季後賽 明天DS要對上Daisy 真好看了 韓國的神族選手 對上台灣的神族選手 我看這個回穩 我也很期待明天那個比賽 是 好 那接下來要先感謝 好會給我們帶來精采的講解 謝謝麗珍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 完美的告一段落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再見了 拜拜 拜拜